我沒想要為你 也沒想要害你受傷 關閉我 有什麼看的嚇到 你應該是比什麼人更清楚 鄭中英空前 不家報有三顆蛋蛋 陳冠玲現任妻子傻眼 八天黨男神陳冠玲愛的鄭中英 二十年前離婚跟怨再度浮出水面 這對怨狗菜了之後再也沒同台 但鄭中英近期在訪問中提到 女兒滿月再也沒見過爸爸 各自安好就好啦 雙方因此開戰 陳冠玲三號反擊前期 所謂的各自安好 我已經被消費了二十年 不願再保持接默了 你把我這個父親塑造成惡魔 並公開2002年的傷害判決書 而鄭中英同樣也存有二十年的回過書 指控陳冠玲長期對她家暴 當年蜜月旅行 她已懷孕五個月 身體不適 爛醉的陳冠玲求歡不成 拿飯店房間電話筒敲我 拿酒瓶桶我 真偷悶住我的臉 抓你頭髮把你砸回來 真的嗎 真的啊 我最後一次決定要分開的時候 那時候是懷孕八個多月 鄭中英說 當時要陳冠玲回家 幫忙不舒服的自己 但陳冠玲在飲酒作樂 不接電話 於是她殺到KTV現場 一位女性靠在她肩上 直著我對陳先生說 她怎麼來了 我們因此起了爭執 我就站起來我就說 中英在幹嘛 就一巴掌就過來了 只要是女人都被她罵賤貨賤人 然後之後她就直接拿了桌上的酒瓶起來 要扎人 所以我承認我那時候打她一巴掌 她就回我一句話 你連孕婦你都敢打 我是孕婦耶 你敢動手打我 我說就算你是孕婦的話 也希望能夠冷靜一點 她會說 好啊 我一定會弄死我 陳冠玲就承認是一個 家暴者 虐欺者 人格有問題的人 然後檢察官跟書記官 兩位都是女性 她就劈頭就問 問中英說 你有沒有打人 中英就說她沒有 然後檢察官說 現場所有人看到 就是你先動手 甚至你拿酒瓶要砸人 為什麼說你沒打人 然後檢察官就跟她講說 我給你四天時間 你如果不停外和解的話 我一定先起訴你 陳冠玲在文中寫道 後來你被起訴 猜疾州我辦理離婚手續 扯銷告訴 鄭中英則隔空回應 檢察官說你們告了 就會互相劉暗迪 簡易私下和解 加上他們家長輩 跟我道歉 要我原諒 才因此答應和解的 所以哪來的我被判刑了 才急救和解 根本是連法官都沒見到 這也讓我狠狠的上了一課 被傷害被打 絕不能為了保護自己 有正當防衛嗎 如今因為一張片面的偵查紀錄 來決定是非對錯 應該不合乎常理吧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事情發生後沒多久 我突然接到記者打電話給我 陳冠玲 明書有三顆蛋蛋 我說沒錯 我那時候在拍三粒 沒錯 可是並不代表我有三顆蛋蛋 因此她體能太好 所以連老婆懷孕期間 她也一直要求婚 所以那時候她打完你之後 有鄭重的跟你道歉嗎 有啊也是會自殘啊 或是說會很低姿態 跪啊哭啊 中英那時候說我 只要一生氣或怎麼樣 就會拿自殘 自己腿上自殘嘛 我還把褲子脫下來 讓人家拍照 牙起來的陳冠玲說 你食髓之味繼續消費我 導致我足足活在這陰霾二十年 這次啊我決定不再門不吭聲 鄭中英對此回應 從頭到尾未曾想傷害誰 小費誰 是誰告訴電視台製作單位 絕不跟我同黨的 是誰在職場上 不斷抹黑人設 攻擊霸凌我的呢 三粒新聞網記者 致電陳冠玲妻子 她表示我是冠玲哥的前任 也是她的現任妻子 我認識冠玲哥超過二十年 如果她是暴力慣犯 我還能活嗎 我要說的是 陳冠玲是我好先生 我不容許別人來質疑我的婚姻 啊對於陳冠玲被鄭中英爆料 有三顆蛋蛋 則是傻言以對 難道還有燕明正身嗎 韓話鄭中英要成熟點 你應該想不到 我用這招來報給你 你啊 請多多指教